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他就说如果你老经常吃过去不是有奶妈吗 吃奶妈的奶你脸也会长得像长得像奶妈 你的智商也会像奶妈这是这样的呀 那你要是天洁喝牛奶智商我们不讲 对不对啊 那你至少血液当中含有牛的那种啊 因这个我们说细胞了因素了啊 像我们这种这种分子结构了啊 你经常吃经常吃的人吃喝牛奶喝多真的会发脾气的哦 那牛脾气很厉害 那你这个事情科学家早就研究过 你为什么吃了吃了封牛之后 你吃了不好的牛肉不就封牛症了吗 你吃了你吃了很多的猪的肉这猪不好的话你不是也变成了吗 鸡不好变成禽流感了吗 你当然有有关系啊 你吃什么长什么呀 你这些你印度连整天吃咖喱 你浑身都是咖喱味啊 不一样啊 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对的 也像师傅你在西尼一开始都说的 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也是很主要的 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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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啊对啊 好感谢师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